好 回到映画春秋 今天讲一下这个星期上的一部日片 其实中文名字 你记不记得叫什么? 我经常记回原装的名字 我不太记得香港的名字 我知道日本原装的名字叫 《今夜再浪漫剧场》 中文名字叫《星光其余结粮园》 是的 太亮了 其实太大了 因为1980年有一部港产 叫《圣诞其余结粮园》 1980年 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这部电影是在1960年发生的事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的 就是有一个男子 很想成为导演 叫健司由板口健太郎实现 他深深爱慕著 在旧电影的女主角美雪 谁知道有一天 他会在一间浪漫剧场的电影院 看一些旧电影 谁知道每天不断返路 美雪那部电影 老板就跟他说 沽本的烤背就要卖给人 当健司在电影院 最后一次看这部电影 突然间美雪在银幕里走出来 但美雪落出来的时候 是黑白色调 最后要慢慢把它融入到社会 谁知道美雪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对健司就像公主对木人的态度 有些傲嬌 有些公主病 但随着两个人一齐生活 大家互相有好感 美雪一直都对健司 有些抗拒 原来他本身有些事情 不可以穿桥 令他不能和健司 有更进一步的关系 同时 健司工作的电影公司 这个千金 即是我本年设演的塔子 其实都很喜欢健司 亦都能够帮健司 成为导演梦 两条线就是这样一路运行 其实最后究竟他们会怎么样呢 其实故事只是这么简单 但这部电影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重新去搭建 在这个历木园的 即是那间戏院 是的 那间戏院 突然间我又忘记了 因为我本来要去的 其实我是去不了的 那一间叫做东影中心 其实它已经在很多年前荒废了 但就是因为这部电影 所以它才会将内部所有东西再重新搭建 重新再整个 你看到这部电影里面 所有的 Pops 零奶瑶 原来零奶瑶 好像有25件衣服 你会留意 每一次出场 每一件衣服都是不同的 都是参照当时的历史上的衣着 所以你会看到 所以你会看到 它对一些旧的电影 我觉得它很有情感 你才会拍到这部电影 我记得是《竹尼士》 《竹尼士》 是的 20年前已经倒闭了 是的 《竹尼士》 其实现在在这里 如果你去的话 其实它还在这里 即是还在这里 意思是 整个东西还在这里 即是重新搭建的 我不知道它是否开放 但是它旧 如果你是找回2016年的时候 它会在日本的网站 在一些荒废了的旧地段 你会看到这些东西还在这里 当然它在里面再翻身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开放给人看 或者是怎么样 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去《竹尼士》 像是很近 《竹尼士》 美术博物馆那边 你可以去那边看一看 这部电影 最特别的就是 它说美术处于 1922年的时代 那时还有黑白片 如果你有看过一些旧的黑白片 如果你有看过一些旧的黑白片 其实是很有亲切感的 然后呢 之后呢 它再去故事再推进 应该是1960年 1960年的日本大片厂 尤其是北川一辉的角色 其实是参加了当时非常多的出名的男影星 那些演唱 那些《竹尼士》 那些《竹尼士》 对 对 很可笑 然后呢 所以你会觉得 他真的喜欢电影的人 你会看到这些蛛丝马迹 在《竹尼士》里面 然后呢 我和Thomas 和阿杰也是看《优先场》的 然后我们看的时候呢 其实都很享受 在里面的故事 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 而且我又好看很多那些旧日片 所以我会觉得 它里面 很多东西都参照得 是写得非常好的 它里面也探讨了一件事 就是 你说现在的人看电影 都未必 都不一定进去电影院看 嗯 即是电影院那样东西 经历过电视的年代 是的 到现在互联网的年代 你现在拿着手机都可以去看电影 即是它都有探讨的一件事 就是 电影院那样东西 即是你经历过 那么多时代的变先 还能不能立足呢 其实它都 它都对于这件事 有个情节 是的 其实是 他好像健司 他经常看那间浪漫剧场 其实生意率已经不太好 因为呢 老板跟他说 其实现在多了电视 我们已经收入比以前差了很多 其实他那时候就说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继续经营下去 总之是做得一天都一天 即是压病本名 本多正的老板 其实呢 老板呢 原来也是有一个经历 也是类似的经历 曾经遇上一个女孩 但那女孩是不辞而别的 那女孩的名字 其实跟高峰手指很相似 其实他也有参照 一些旧的日本著名女星的名字 所以 尤其是玲丽娥走出来的时候 她的衣服和衣着 都是很elegant的 那时候看回 他在这部电影里 其实就是扮演一个公主 是的 他出来的时候 是以电影里的人的身份出现 而不是以女影星的身份出现 因为其实在里面 像是秦思诚看那部电影 老板都笑他 其实女主角死了很多年 为什么你还要看这部电影呢 这就是你喜欢的电影的时候 你很难去解释 为什么你会明白 我知道现实上 这个人已经不存在 但我也是很迷戀 在画面上的他 可能不是因为他是那个女儿 而是因为他迷戀 他在电影里的角色 我觉得是 好像是一个影迷寫给电影的情书 这部电影是 其实我们看回 他很有趣的一部电影 他上半截是喜剧 但到了那部电影的下半段 你就开始有些沉重 开始走回一些很正常的剧情方向 不会像前段有那么多野笑场面 后半段你就会开始沉重 我觉得这部电影也不算很沉重 但也有些感动位置 我自己觉得是 说回导演武奈英树 为什么我会提一提导演呢 其实导演之前拍的一些戏 其实我们香港也有放过 《家鄉情人梦》 《罗马入场》 这些都是香港很多人看的日本电影 水准也不是不差 所以这次看的时候 我说真的我有点担心 因为《罗马入场》 我觉得他有一些跌温 好像走不到他自己的路 但很难得 这部电影拍到他很漂亮 他也演得到那座年代的女影星 应该有的气质 而且他站出来 因为他的骨架漂亮 他穿上去的衣服 基本上你穿什么衣服都穿得漂亮 对啊 在那个年代 还要是那个年代的女影星 那种气质 因为现在的女影星 和当年的女影星的气质 完全是截然不同的 已经不能够再一起来说 所以我们说 这部电影 难得他和《板口健太郎》 两个人有夹 我认为这部电影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有讨论过 这部电影的问题 就是他们 始终我不知为什么 日本的导演 也不太懂得收 到后面好像有些拖长座 对啊 其实你也知道主角 另一半是什么身份 就是以为 应该结束了 然后他还要補多妻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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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 他也有点像 他用一些旧片致敬 因为其实 很多时候 都是这样 可能有个悲剧 然后也做一个幻想式的场面 幻想一个男女主角 最终在一起 我觉得他是 用一个旧电影的表达手法 去把结局 包多一层 再包多一层 他令你出场的时候 看得开心一点 当然 其实 其实他里面的演员 除了 阿玲娜 和版朗健太郎之外 我们刚刚说的 是不穿一徽 不穿一徽 是一个非常好的六页 还有本年役 本年役就是 《钢之链金術书》 《星雲云尼》的 《奇女主角》 你觉得他在这部电影好一点 还是《钢之链金術》好一点 星光其剑也好一点 但我觉得他做这些角色好像有点困难 我觉得他做一些比较难 做一些比较硬朗的女生 连续几套都是这样的 本年役其实好像是 电视剧当时 做那个《藤堂机械人》 和《木村堂上》的那一部 好像都是这样的角色 好像走不了 他之前还有一套 《闪亮的海后》 《闪亮的青春》 又是类似那一类的电影 好像困住了 我觉得本年役 但你看他的外形 其实应该走其他路 还有我们资深演员 加藤刚 加藤刚即是 比较年长的 在医院的伯伯 不穿桥 虽然你能知道是谁 伯伯又是一贯好戏之人 加藤刚 我们当年就是看这个 加藤刚 其实住了近年 就是《智女人间》 我不知道香港的译是什么 是否叫《智女人间》 你说了《智典人间》 对 是《智女人间》 对 那时他演了一个要角 叫做要角 是一些很重要的角色 这部电影依然保持着他的水准 我认识加藤刚 就是因为沙子戏 1970多年 那部沙子戏 那时他已经是个好戏之人 所以我说这部电影集合了这么多好的演员 然后他的故事其实是很特别的 我觉得是 当然 Thomas你曾经说过 这部电影里面 最匪夷所思的就是神奇化妆品 这部电影里面是一个黑白的公主 走了到这个现实世界里面 然后他想到如何掩饰自己黑白 然后把发妆品塗上身 其实这部电影是下了很多场语的 下完一场又一场 但是下了几场语的 其实这些化妆品都不脱了 都是不脱了 就是没有什么走样到的 你可以说是我 就是用他有些博强的 就是讲故 有些博强的 一些看电影的态度 不足挂齿 我觉得也不是太重要 总之你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舒服 其实我看完就觉得很舒服 他又不会真的长得很重要 他也只有110多分钟 还有说多一点的演员 因为演员的演员 其实你看他的画面 其实很着重 颜色的表现 非常着重 很色彩斑斓 色彩斑斓 因为我们刚刚去到这间电影院 是一间新电影院 嗯 就是去了太古城那间 那间 Woofield的电影院 是 我觉得那间电影院 他那个 即是他那个 即是他那个投影机新 嗯 他的那些 雷射投影 他的那些 物件 他射得很细致 他射得很细致 二来就是他那个黑白 他那个对比做得很好 即是他黑色的 真的可以做到 嗯 所以其实 视觉效果 是 我觉得是很精彩的 即是他完全配合 他里面的题材 电影世界 是 因为如果你看到 现在的投影机 现在的投影机 又是有Laser 又是有高对比度 嗯 即是这些 这样的新魔机 你放在这部电影 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嗯 所以 如果看这些那么漂亮的电影 不如找一些 比较漂亮的电影院 看的颜色会更加漂亮 即是会 我觉得会舒服一点 即是你去一些旧的电影院 例如说你去电影中心 电影中心 有时那些黑色不够黑 你发觉是吗 我也是 为什么呢 可能那个投影机 不知道是否用得久 可能是时候 差不多要换过膽 那样 那样 但你去新的电影院 就没有那么多这些问题 黑色真的很黑 嗯 所以也是 这个星期 其实下个星期 那部大便一上 很多地方都很长 其实这一部电影 已经不多地方 不多长了 所以 如果可以挖 时间的话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不过 叉开多一点 说起这些 黑白又彩色的电影 我想起一部电影 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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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在玩这些东西 那一部电影 就是两个现实的人 走到黑白世界 他做的事情 令黑白世界 变成彩色 刚刚和这部电影相反 但我觉得 也很好看 那部电影也有好评 但太久了 我不太记得了 那部电影 差不多十几十年前 1998年 二十年前 对了 二十年前 所以我也不太记得了 所以 这部电影 先说到这么多 稍后我们可以再说一部 再新的电影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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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出发